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個百字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食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極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地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斷股也不會區區只有十億種運程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的那年的運程 在我們華人社會裡 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代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未來的2015年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 俗牛的朋友分別有 1937、1949、1961、1973、1985、1997和2009 以立春後為準 2015年為月未年、牧羊年、熟土 太歲為陽仙大將軍 熟牛的朋友在2014年是害太歲 2015年是沖太歲 聽到也很害怕 但是不能害怕 因為犯太歲有分四種 凝聰、直太 每年十二生肖裡 僅有四個是犯其中一樣 太歲其實是指木星繞過太陽 攻轉時所產生的磁場 木星繞過太陽攻轉一周 大約需要十二次元 古人就要木星的運行軌跡 去對應十二生肖 其實都是磁場問題 不是真的有隻太歲走出來害人 有宗教背景人士 其實還可以將它交託給神 子耶穌、天父 又或者是去虧太歲 如果你是寶宗教的 都不要緊 你可以小心 做多些善事就可以了 在2014年 對熟牛的朋友來說 的確是一般的 心情是屈結 2015年都未穩定 而且還會有很多變化 一單節一單 會有兩極化的現象出現 小部分熟牛的朋友 由於他的八字 或者他的祖合 本身是可能 如果他是忌土的話 他可能因為衝太歲而變好的 但是相反 如果他是忌土的話 這樣就會變化多端的了 雖然我們不能夠比 但是都可以認去或者化了去的 所以都不需要害怕 我們知道衝太歲 逢衝則動 動則變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比如說搬屋 裝修 去旅行 勸工 結婚 生孩子 這些喜事 都可以認去 和化了這個太歲 對你的現象 雖然我看了這麼多樣東西 但是你可以視乎你自己的能力去決定 有機會在2014年已經失聚熱的話 在2015年不妨努力些去找工作 應該是會有轉機出現的 如果你在拍拖的牛仔牛女 可以考慮一下連結婚去充氣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 又沒有什麼靜能量的 那你就要盡量控制你的情緒 因為你有機會是因為爭執 或者一些情緒問題 導致到分手 或者感情上出現的問題 總之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 要迎接2015年的標誌 除此之外 在2015年 屬牛的朋友 要盡量避免出席一些 探病問喪這些場合 以免影響自己的運氣 雖然屬牛的朋友 在2015年 沒有任何一顆急聲 而相反空聲也很多 但是空聲裡面 原來有一顆叫月空聲 這顆星很多 在行內 人士都會把它視為一顆空聲 因為這顆月空聲 會將它身邊所有的無人 即聲也好 空聲也好 都會將它的力量減背 所以由於你們是沒有即聲 所以這顆空聲 其實勉強都可以視之為一顆架聲 其次之外 有大號 迫殺 炮尾 欄干 三營 破碎 和碎破 大號 顧名思義 就是破大財 迫殺 會令你不見錢 炮尾 會令你無緣無故不見東西 而欄干 會阻礙你前進 三營是一些營 在一些營窄 不會令你造成不順利 破碎 即是指關是破裂 碎破就是指犯太歲者 所以在2015年 凡事一定要小心 就不可以這麼大頭蝦 留下了一些東西 在健康方面 2015年就要小心 這個腸胃 這個情緒 多些去大地人走下 尤其是對1949年 1973年的牛肉 1985年的牛仔牛女 在2015年 如果和他單身的話 可以留意身邊的意證 亦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有對象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結婚 如果結了婚 不妨考慮一下 天公運去一下旅行 在2015年 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 分別有這個 3月、2月、6月、9月和12月 有些什麼催急避風的方法 風水佈局 常常可以瀏覽我的規模 Kimsinki.com 亦是申指錦囊 又或者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上傳一些資訊 最後祝大家 陽年行好運 分享市場 身體健康 財運滾滾浪